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把两侧的所有的边针都给它挑上之后 与前面的这15针和后脖子的原来剩下的针数合成一圈 合成一圈之后,第二行的时候我们均匀地给它剪到75针 注意这75针是来自于刚好五个完整花纹 注意,剪针的时候尽量不要剪中间这15针 因为它是一座完整的花纹 刚好向上这样往返往返支过来的 所以这个位置大家要注意 好,剪针的时候也只是集中在这个位置 记住了吗?你这边要剪了三针 这边一样也是剪掉三针的 好了,我们这75针向上 环形着给它,值多少呢?9厘米 最后松收一个平边 有听说为什么不收机器边呢?收了机器边就会显得很杂乱 也就是我们收一个平边 与它所有的花纹也是非常的对称的 也是看上去非常协调的 别看它现在看上去它是一个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穿上去以后它就会形成中间低两边高的这样的编织效果 正如我们的领边 称边 这些位置 它都是具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是非常的不规则的 是一个波浪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到了吗? 好,既然说到秀边 我们现在就来讲秀子的执法 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主体的背心部分 秀子相对来讲更加的简单 我们需要一共给它起45针 你看出来了 刚好三组完整花纹 因为一组花纹刚好是15针 好,我们这个时候将你的45针环形的线上织 别忘了一眼织的是我们的镂空的这种花纹 当时的领子也织在镂空花纹 同学们已经一眼能看出来,对不对 好,这45针织镂空的花纹我们环形的 你看啊,一直地向上织 织到哪里呢?高度是多少呢? 注意看啊 我们向上一共给它织了20厘米之后 一直在织镂空啊 就要给它改织什么?这样的不镂空的花纹 在改织不镂空花纹的同时 要注意我们要开始加针了 明白了吗? 加出来的针织正针 同时你加出来的针呢 要在两组花纹的中间 也就是在你的那一组 反针的这个位置啊,来加针 那么 加针的规律我们是每14行加一针 一共加7次 你总的针数增加了14针 这是正确的啊 当我们的整体的绣场 从开始起针到这个位置啊 来到48厘米的时候 有同学啊,非常认真 我们之前听过很多很多次讲课了 说,哎,老师不是讲过一个标准的一个袖子的形态啊 啊,身高一米六五的女生应该是从袖口到腋下的位置是44厘米啊 为什么多出了4厘米呢 答案就在这儿 同学们注意看啊 也就是它是一个鲜臂修身的这样一个效果 怎样会让胳膊显得更长呢 也就是增加袖子的长度 所以这个袖子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刚好到你的哪啊 不是传统意义刚好到你手腕的位置啊 而是刚好覆盖住你的手背 你穿上去的后的效果呢 是这样子的 注意到了吗 所以它有一个鲜臂很显瘦的一个效果啊 而且它是不规则的形状 很漂亮,对不对 好,就是这4厘米 挽救了整件衣服的造型 使得你的胳膊啊 看上去非常的纤长 只露出尖尖如笋的实质 好,这48厘米达到之后 我们看啊 就要在腋下这儿剪针了 怎样剪 连前在后搁剪三针 然后你就由原来的环形枝变成了往返枝了啊 那么在往返枝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怎样呢 剪针啊 同学们都知道的,对不对 怎样剪 在你的起始针的位置啊 我们需要给它隔一行剪一针 隔一行剪一针 这可不是加啊 这是每两行剪一针剪 16次的意思 给它剪了16次之后 连前在后都剪16次啊 两侧都这么剪 剩下的针呢 给它平收 两个袖子都织完之后 和正身整齐的缝合在一起 整件衣服完成了 简单吗 满满的设计感 实际上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 但是我们给它注入了很多很多的细节 使得它穿上去之后啊 130斤 穿出100斤的效果 好 整件衣服 给你整方法剪完了 如果觉得整个教程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 非常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